原生子是有原因的 大家好 先把原生子上个字框出来 原生子 猜文解字 原始的构成生命的物质 原始构成生命的物质 就叫原生子 在生物学的定义就是 什么构成生命 细胞 细胞要谁构成 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所以原生子就是指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构成生命的基本要件细胞 就叫原生子 原生子这样的概念 类似你们在化学提到的 有机物 大家恰恰好 我们才刚刚学过 生源论跟无生源论的争辩 对不对 当时早期的学者认为 生命是具有灵魂的 具有生命现象的 所以他们说 既然生命具有生命现象 构成生命的物质 就跟一般的石头绝对不一样 构成生命的物质 也带着特殊的力量 灵魂精神 随便叫什么 所以它叫有机物 而不是生命的叫无机物 有机物无机物 怎么可能互相转换呢 灵魂不可能无中生有啊 所以当时就认为 无机有机物是不能互相转换的 当然后来被推翻了 同样的 有机物构成细胞 就是构成原生子 就是具有生命力量 形成生命 所以原生子包含细胞磨细胞的细胞核 有发现不包含细胞B 因为细胞B硬邦邦 没有生命现象 它不像生命 像石头一样 所以原生子包含细胞磨细胞的细胞核 好再回到早期 科学家看到植物的那个 造纤维的影像之后发现 哎呦这是什么 有个短丝耶 从细胞A延伸到细胞B 这个短丝拿出来 短丝是什么啊 就分析发现 它就是由细胞膜包围的细胞核 细胞膜包围细胞子 细胞膜细胞子 细胞细胞细胞子 它们都是原生子耶 就说这个结构叫 由原生子构成的短丝 就叫它原生子丝 是不是很有道理 所以它的名字叫原生子丝 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它就叫原生子丝 所以我们就最后補头一下 原生子丝 干嘛叫原生子丝 由原生子构成的短丝细丝 好我们就把细胞壁刷到这里